今天早上台灣民眾黨黨團針對臨時會的這件事情 開了黨團會議 那黨團的成員充分表示交換意見了以後 認為民主進步黨沒有正當性要求召開臨時會 台灣民眾黨拒絕隨民主進步黨起誤 為什麼我們說民主進步黨根本沒有要求召開臨時會的正當性 在7月16號之前我相信 所有的媒體朋友在網路上面關心 台灣民眾黨在國會裡面問政表現的網友們 大家都記憶猶新 當初我跟其他所有台灣民眾黨的黨團 一樣是坐在這間會議室的時候 我們公開要求什麼事情 我們公開要求延會 7月16號以後延會 事情沒做完憑什麼放假 這句話我們在這邊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要求延會要做什麼事情 人事同意權實質審查 想要請教一下民主進步黨 當初大力反對高聲反對不就正是你民主進步黨嗎 你民主進步黨當初反對7月16號的時候延會繼續審查人事同意權 急著放假 急著出國 現在你們有什麼正當性 要求其他 所有的立法委員 配合你民主進步黨 你們喜歡的時間點 隨著你們起舞跟打轉 所以台灣民眾黨黨團 在今天早上 黨團會議當中 我可以清楚的跟大家報告 黨團成員一致的共識跟決議 民主進步黨沒有要求召開臨時會的正當性 我們不會隨著民主進步黨起舞 昨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們其實非常多的委員都非常的震驚 那當然我們理解 行政院他在表面上面所提出的理由是說 那因為新法還沒有公告實施 那依照舊法的規定 他們本來就可以這樣做 那我要說明的事情是 立法院在7月16號 三讀通過了NCC組織法的時候 立法者所傳遞的意志 跟所做成的決議已經非常的明確 也就是過去NCC組織法 這一種獨創完全不合理 萬年條款應該予以廢止 針對新任命的NCC委員 也有連任不得再任這樣的限制條款 當立法院所做出來的決定 是如此明確的時候 我們的行政院想要利用 新法還沒有公告實施這樣的一個空隙 來進行這樣的操作 等於是在走小路鑽小門 無視立法院所做出來的決定 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而且沒有辦法接受 第二個 更令人 瞠目結舌的是 他所指定的代理主委 竟然是翁伯中 我要提醒大家 翁伯中 在擔任副主委 在擔任副主委 也就是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自己是捲入了重大的弊案 自己捲入了重大的弊案 傳遞出來 傳遞出來的LINE 這個行政院的是 翁伯中的政治後台是很硬嗎 還是他已經透過 他已經透過 在我們的乘風 非常有影響力的人 被有線電視媒體集團的大佬指定 要擔任未來主委的人 是這樣嗎 這樣的人事任命跟決定適合嗎 請行政院說清楚講明白 到底是誰做的決定 對我們來說 阿祥 對我來說 看到不是 沒有人是個 你聽說 我拍攝一張